你快乐吗 你推球健康吗 你想更强大吗 乒乓球是快乐的运动 什么是快乐 快乐就是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小朋友天生好动 对世界万物充满好奇心 乒乓球运动 易学趣味强 能够很好地满足小朋友 在体能发展和智力发育方面的需求 耿力娟潜心研究的 耿式快乐乒乓球教法 擅长启发小朋友的聪明才智 在游戏中学习 学习中游戏 他因人而异 因才失教 全程手把手传授 让勤奋好学的小朋友 在一个训练周期 掌握乒乒乓球 基本手法 步法 和竞技技巧 一技在手 受用终身 乒乓球是健康的运动 乒乓球是一项体能和智力 完美结合的运动 乒乓球运动 输球变化和速度 大力扣刷时最高速度为每秒17米 拉球时最高转速为每秒116.5圈 从挥拍到机球 运动员要注意力集中 手脚协调 大脑快速判断 长期锻炼能够极大提高 视力和神经系统灵敏剂 据世界拼联统计 全球超过4亿人爱好这项体运动 喜爱乒乓球已成为 时尚和健康的标志之一 乒乓球是强者的运动 自1988年起 乒乓球第一次作为奥运会 正式项目后 乒乓球就是强者的游戏 体现自我价值的运动 曾两夺世界乒乓球女子团体冠军的 耿力娟女士 雄居北美女子乒乓球宝座 十年之久 获奖无数 得意双心 常以反手快攻 压住对方的反手 然后突然侧身抢攻 对方的空当得分 在第3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 她获得女子双打世界冠军 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她常年追踪世界最新乒乓球技术 所在的俱乐部师资力量雄厚 拥有两名国际级水平的教练 名师出高途 相比其他竞争激烈的体育项目 乒乓球项目更容易出成绩 一份心情一份收获 爱好乒乓球不仅能够提高你的身体素质 也能够成为你升学工作的敲门砖 乒乓球运动欢迎你 等力间乒乓球俱乐部欢迎你